是這樣子一起合作到現在 然後從一開始我們兩個人就 在一間咖啡廳的B1租了一個空間 然後一張小桌子還有一台電腦 然後只有我們兩個人 一直到現在 開始哭 哈囉Taylor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茉莉 我是六月號封面人物 我想要把時尚這個東西說得更好玩 更貼近人心 然後讓所有人跟我的粉絲 他是有一個共鳴 然後我就跟Henry我們兩個人在討論 我就說還是我們來拍一個什麼那種變身的影片 像美少女戰士那樣子 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很荒謬 然後我就覺得天哪品牌會不會封殺我們 結果沒想到我們拍了這個影片 然後被Fendi的總部看到 於是我就拍了他們那個包包的Cat Pen 是不是很勵志 其實一開始我們兩個人 就是在那種時尚場合活動遇到而已 一開始其實我並沒有任何時尚資源 然後可是那個時候的Henry 就是已經有在寫部落格嘛 他那時候有認識一些時尚圈的公關還有品牌 我就約他出來喝咖啡說 可不可以跟你討教一下 就他從頭到尾他都沒有想過他自己會變成一個經紀人的概念 然後我們都是因為很喜歡跟彼此一起工作 然後很契合 所以我們大家聚在一起 其實就連現在我跟Henry的合作 我們兩個人其實是完全沒有任何止合約的 就我們兩個人從以前到現在六年下來都只有口頭 所以我隨時要遠走高飛都可以 就是對 歡迎李安可以簽我 喂 一去不復反 自律 我真的很自律 我覺得我說好的事情我就一定會做到 然後我答應的事情我也會完成 我如果四年前我想要借飲料 欸我就真的借掉了 有沒有 然後我工作也不會遲到 再早再累我都一定會起得來 你要先相信就會看到 你不能先看到才相信 當你覺得你想要成為別人的時候 你就永遠都不會成功 好 好 好